中文字幕——YK 金服一响我眼泪流出来了 戏曲频道过把眼栏目 最佳拍档隆重巨线 他们是搭档配合默契 他们是搭档亲密无间 78组搭档进展骨脆魅力 来自湖北的长江西的西安 纽约 今年12岁 7岁了 77周岁 他们热爱京剧 渴望舞台 他们都将是主角 唱出来那种甜蜜的感觉 就俩字 开窍 是 那是输送绝的胡椒 我们也感受到了京剧的力量 也感受到了我们伟大祖国的力量 五颗星全部点亮 日级获得最佳拍档 最高荣誉 他们就是最佳拍档 大家好 我叫周木子 我是沈阳市 齐车一校二年五班的学生 他是我的老师 大家好 我来自沈阳经济院 我是花旦演员陈阳 我的老师是世界上最美丽 最温柔的老师了 在我心中 他就是我的陈妈妈 他是我最温柔 最可爱 最认真 最听话的 好学生 这次我们带来的 卖水的这个片段 剧中呢 我扮演小姐 她呢扮演梅英 我们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我们因国粹结缘 师生同台献唱 央视舞台成就梦想 我们是最佳拍档 我们是最佳拍档 每日港姑娘 鸟笼小鸟小鸟小鸟 小鸟小鸟小鸟不信 叫我一心生 我每日是礼不上 书惶惶的呀 呃 吃到这个时候 那个卖水的 怎么还不来呀 这可怎么办呢 呃 有了 我要把小姐给请出来 出来 有请小姐 有请小姐 小姐 没关系 有请小姐 几几几几几超 差点小姐 每一催我出来合适 小姐,您别烦闷了 我给你表会儿玩吧 也好 如此带我表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因为孩子第二次登台 这次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说这孩子有这么好的机会 我说我老师我干当绿叶 我必须得陪着来 您二位怎么相识的呢 特别有意思 我是17年在长安大学院演二子城州 然后呢我很少上微博 那天我把微博打开 有一个家长就问 老师您好 我是哪个学校的 请问老师您教学生吗 点名的要花蛋 演出回到沈阳以后 我们约了个时间 两个家长带着两个海一起来了 其中就是就有他小木子 来了以后呢 就给我介绍了一下情况 老师我们学过 但是我们不想走弯路 我们想找专业院团的老师学 他妈妈给我放了一个小片子 是五岁半时候唱的《中国吉良》 一下给我震住了 我说这孩子我教一教试试吧 结果教上以后 没解课我教完的动作 回到家里头 下解课再来了 全都能展示出来 还要感谢她的妈妈 太伟大了 每次上课录像 录完相以后回家 我说叫一比一的 你看老师这动作在这儿 家长就不对目的 你再来一遍 翻来覆去每天一个小时 我说这最佳拍档 应该是你儿俩的 妈妈来了吗 妈妈来了 妈妈来了 露个脸吧 那我采访一下妈妈 那个小木子 她是怎么就喜欢京剧了呢 她两岁的时候吧 我们看电视 然后吧 就是动画片频道 和中央十一频道 这戏曲频道 她就选择中央戏曲十一频道 不让博台 我就觉得 这孩子对这个戏曲 怎么这么感兴趣啊 后来就是有意的 三岁两岁开始 就让她多听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孩子 好像对这方面 真的非常非常感兴趣 那我们家长必须得支持 然后就找到 这么专业的陈阳老师 其实陈阳一上台 我其实挺感动他的 他跟这个小徒弟一上台 我就想起了 北京晚报 有一张 巡慧生大师 和我师父 苏玉民老师的照片 就他们 巡先生教我师父 这个 巡冠娘的时候 给他当当马童 让我师父 踩在他的腿上 就那张照片 马上就 在眼前呢 我觉得陈阳也是挺伟大的 谢谢您 谢谢您 因为陈阳在沈阳 也算一家诸侯了 谢谢 他今天能陪这么小的小徒弟 来登上央视的这个舞台 能抬他的这个小学生 我觉得真是 这个师徒的情深 我能感觉到 我也很感受 谢谢您 谢谢 很敬佩您 谢谢 我希望能不能 你们两个师生合作 这个中国伎俩呢 可以的 可以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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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你从雪山口 满向大海也 一路流去 流雪流去 看见你 看见你 在去山里 也迷失着远方 一段逞强让我看清了你的模样 你 你是中所在之谷 你是中所在之谷 你一路在东方 有了你 我们的天气 胸膛 为世界感到 好 谢谢这对师生精彩的演唱 那么我们也感受到了 京剧的力量 也感受到了我们 伟大祖国的力量 那么接下来 请各位评委 为这对师生 表决 祝贺二位 成为今天的最佳拍档 第二次登台 第一次跟股师乐队老师合跃 哎呀 给我紧张死了 我都感觉 比我自己演出还紧张 我叫杨永泉 来自湖北宜昌市 我叫刘家燕 来自湖北宜昌 我是一名银行职员 我的搭档刘家燕 让我很生气 怎么让你气了 这个气是第一理由 灵气 赏音非常甜美 第二呢 他很大气 唱轻衣嘛 落落大方的 第三呢 他很有人气 观众有观众缘 我这个搭档啊 就更让我气了 首先 他非常有才气 他是我们三峡 交响乐团的指挥 他是我的福气 本来都是唱戏的 找老师 而我呢 恰恰是老师反过来 找我 为我说戏 最佳拍档 我们来了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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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试试 试试 你试试 我试试 我试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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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风 草 从前天里 你将去 我带下流 道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乐乐势 优志愿者 准发声音乐 音乐乐 声音乐 相通音乐 词音乐 声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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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 声音乐 我想问问刘家燕 怎么来请到杨老师 就是作为搭档呢 一块合作呢 因为杨老师是我的启蒙老师 金句启蒙老师 而且我们合作了十年 而且每次杨老师都是带着情 到我们单位来 然后为我说戏合约 报卷 杨老师来 那您就给我们说说 既是这回又是搭档 又作为老师 那您平时都是怎么交刘家燕 来怎么帮他呢 每次合约的时候 提前就让他做好准备 这样我们就碰锡的时候 就快一点 还有呢就把他呢 有些唱腔啊 用一种专业的录音的带子 把它拉慢 拉慢以后 每个字每个腔 每个他就细节都出来了 降速不降掉 明白 就是他的 其实他的音质也好 或者包括他的调门也好 都没有过多的损伤 我这个搭档啊 就是说起他的那个大名 杨永泉 可能大家不知道 但是在金剧界 水连天地 肯定很多人都知道 作词 补曲 配乐 在网上 可能有两三百段 所以说 都是以水连天地 就是发布在网上的 所以说 我们杨老师是一个网红 你很幸运 对对对 幸运的是什么呢 因为一般很少有票 有这么一个专业的 而且是国家一级的 这么一个琴师 没错 专职拉呀 这个可不容易 如果你要是 没有很好的表现 没有很大的提高的话 那你对不起这把琴 对对对 是不是 我要努力 所以你今天 表现得很不错 谢谢老师鼓励 好了 说了这么多了 最后 您二位能不能成为 最佳拍档的 下面请各位评委表决 两颗 三颗 四颗 祝贺二位 谢谢老师 谢谢 成为最佳拍档 我叫张汉宇 今年十二岁 是海淀区生小学 一名六年级的学生 我叫黄兰兴 今年十岁 我现在是四年级 我们都有两个共同的爱好 那就是 爱武器 爱聊天 我们这次唱的剧 《牧师探古》 我演的是木龟英 他演的是杨文广 好戏即将上演 我们是最佳拍档 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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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花蟬 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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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心也不亦酸 山明不登沙人山天 一路寻来天色满 不觉得月山不上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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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吹丟上 不願念 不顧你帥頭 不顧你帥頭 不愧你帥頭 不愧你帥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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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断静静 静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小木龟英吧 学了多久了 学了六年京剧了 六年京剧 你今年才多大呀 我今年十二岁 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学京剧的 真棒 那你身边的这些 这是你的同学们吗 都是一个年级一个班吗 不是的 像这位同学 他是五年级的 就是说你们都在一个 学戏曲的一个班里 有同一个老师去教你们 是吗 是的 真棒 因为看你们这个 整个的舞台上的呈现 就知道我们的老师 实在是太辛苦了 孩子们 真的每个人 还都身上有点功夫 因为一说到这个 我就想起来 我们一直在做着 戏曲进校园的这个工作 包括现在高三小的一些项目 我觉得 首先感谢你们的老师 能让你们这些孩子 展现得这么棒 而且我觉得有些孩子练练功 其实对他们的体质 也蛮好的 强身健体 陶冶情操 最重要的是 让你们喜欢京剧 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因为真正以后 我们的传统文化 是靠你们下一代 靠你们孩子们的 真的 感谢你们的老师 也感谢你们的学校 谢谢 几位老师都拍过大戏 因为拍大戏 肯定会有 纷繁复杂的一个排练的过程 我想问问安老师 这排这么一个戏 这么多的演员 在一个舞台上一起呈现 会不会很难 难度在哪 对于他们现在 这么小的小朋友啊 实在是不容易 因为我们剧团 我们的成员演员 演这么一出 集体 这是集体舞的 这么一个作品 都找齐都很难 但是我们刚才 我们几位 看一块 上来之后 这几个小朋友们 他懂得找钱 夸奖夸奖 后边那些小女兵 对 他们不轻视小角色 每个角色演得都很好 非常棒 非常棒 好了 老师们都把你们夸得跟一朵花似的 最后能不能得到最佳拍档这个称号呢 还请各位评委表决 好 祝贺各位同学 获得最佳拍档称号 谢谢老师 这次同学们配合都特别好 大家好 我叫郝国华 今年64岁 来自北京 退休前 我在国家体育总局篮球运动管理中心工作 这位呢 是我的搭档 大家好 我叫张新华 今年62岁 我来自吉林省经济院 是一名退休经济演员 成派青衣 我曾经去过18个省市的40几个票房 认识了很多的戏友 张新华老师呢 就是我认识的一位朋友 这次参加节目呢 让我选一个搭档 我第一个选的就是张新华老师 有张老师在 我就有信心 我们的口号是 国华新华最佳拍档 我们来了 欢迎讨论 我第一个选的 谢谢 我第一个选的 我有一天 欢迎讨论 对我们的 公园 他三人与我有仇恨 要的呀 管他就不认了诚 不服 在朝为官 都不杀金 与杀 本来算了该不少 与人赌 到那四两川 四两国 不是单巴掌 为君的要人 我是不要的情 不知 想哭哭哭哭愿 三人少子有万千 想你百道 本来不回三山寺 让家不充满毛 可见这关销银四天 有你回首安 大嫂不必敲眼点 本身大爬到过万千 压里压外过大点 专家大嫂断日干 今夜就有大黄年轻有 其两天 其两地大自成 一阵四日 然后小鱼湯 好雨过 本节王道穿 可般调情也茫然 交通去除了你的 将你藏在了地区餐 各地的三两三 终于打扫 我要你 白年落天衣衫 大手势只赶快 我赢了少年的风 天地就过去念的 天地就过去念的 回合奔家前 还留着一杀 来不知乎不感 大手势只赶紧 说下肚子里 在了天下 官司联明 不甘吃秀方 转和来到大路旁 为云去一下 不良啊 来来来 上个妈 你妈双胖 倒是亮啊 感谢二位老师的精彩表演 我特别奇怪啊 我刚刚听您介绍 一个在北京 一个在东北 这两个人 怎么认识呢 不在一个城市 是这样 我呢 在国家体育总局工作 由于我的工作性质呢 全国流动性比较大 那么同时呢 因为我喜欢京剧 我走过全国18个省市的 40几个票房 张鑫王老师呢 是我在48个票房 几百名票友和朋友当中 我认为是很优秀的一位老师 谢谢郝部长 郝部长呢 那个时候他经常到东北 去打比赛 他就是打比赛以后非常累 他也要抽出一下午时间 问他周边的同志 有没有唱戏的地方 然后在长春 就给他找了我们 吉林省票友协会的 一个大票房 退休以后 我们虽然没说 但是心里头都有一个约定 我们想把这段唱 平时在票房 练习的时候 我们要展示 那么中央电视台的最佳拍档 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郝先生 您唱的这个《武家坡》 一听就是洋派 而且味很正 没有鞋味 这是一个不好做到的事情 因为一想发挥的时候 就会嗓子出现偏左 偏右的现象 其实就三个字 没毛病 没毛病 喝到没毛病 是非常不容易的 这个很不容易 味正 对 很棒 我想问一下郝先生 这个蓝鞋有京剧票房吗 蓝鞋呢 我们原来有一个老的前辈 叫杨洁 那是一个大票友 我知道 我知道 杨洁先生呢 他有一个票房 而且活动了 他叫圣友会票房 他已经活动了二十几年 我呢 就是学点皮毛 您太客气了 您太客气了 希望全国的篮球协会当中 也有京剧票房 好吧 谢谢您 好 我最后呢 杨洁先生 我还有两句话要说 您说 感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汽取频道 过晚饮这个栏目 这个栏目 据我了解 创办了到今年整整二十年 那么二十年 他们在不断地 改变自己的板块 风格 目的就是为了吸引广大的京剧爱好者 给广大的京剧爱好者搭建一个 和专业演员学习交流 和了解京剧知识的一个平台 这个栏目能够走到今天二十年 这个栏目不衰 能够在中央电视台 让得到全国人民的这个认可 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们 谢谢您精彩的发言 请各位评委表局 祝贺二位 成为最佳拍档 谢谢大家的鼓励 谢谢 谢谢 因为平时登台机会少 所以呢 半生以后呢 站在台上 确实跟平时清唱不一样 因为你毕竟不是这个专业 在场上一点瑕疵都没有 我真是为你高兴 我叫王大华 今年六十四岁了 我叫雷安安 今年六十四岁 我叫黄凤香 今年六十六了 我们三个人 在同一个票社认识的 已经认识十二年了 我们现在也是好朋友了 我们三个人性格特别开心 你看这十二年 这十二年以来 从来都没有争够醉 我们这次带来的是二进宫 这次到这里来 我们好开心 但是我们也特别忐忑的 怕自己也不好 因为这里面高手如龄 那你放心吧 我们已经合作五年了 没问题啊 三个女人一台戏 开心快乐唱大戏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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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抱著 我抱著 你又知名 大國執著 為什麼 奮天願地下台受傷所謂 大國 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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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小朋友听不听不自然 自从江湖里一方今晚 成暗深圳满阳 自从江湖里一方今晚 今家邦来今早夹 一奔去走荒山 有一个女王 女兄声声不报 草马文化梦堂 荒家山前有首帝 小娘一条牛唱 江湖里一江湖里一江湖 从来宝汉子等我一位 荒马力荒战胜花禅 这就是千条里重重量 大一国重量游流下场 k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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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 暖暖思想长乐 洋口落地仰向崩山 当到从爱石修梁 爱是重量 那个世间当 是 是 仰讲 仅如如非 那 往前 二八 二八 海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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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容易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 你们三位的年龄加一起 195岁 能够今天 站在这个舞台上 还能够唱得这么 乐道是吧 非常不容易 我先说我们花脸啊 很难得 你虽然是个女生 但是呢 你呲音几乎听不出来 嗓子很宽 很厚 这是非常难得的 那么提一个建议啊 就是因为在古代啊 他这个君臣呢 礼仪非常的重 老生很好 你看他那个 很规范 把这个雅虎一拿 再揍本 再跟他讲话 所以你 不要随意地把它 拿下来 放在其他地方 这一 一小段戏 主要其实就是 以唱功为主的 但是三个人的唱功 我觉得都没问题 都挺到位的 就是唯一 刚刚那个 常老师也在说 我们的弹卷 您的后边啊 要拿过来两柳 这线椅子 要撑线椅子 分量一些 哦不知道 忘了忘了 这个就咱们在每一次的演出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就一点一点地把它完善 还有彩裤 您没有穿彩裤 还有就是坐姿啊 抱孩子的时候 您这个抱孩子不是很美 您再对着镜子再研究一下姿态 而且一唱您老是左边使劲 因为这边抱孩子 您老是左边使劲 孩子这边压的 您注意一下 就这两点 但就是在坐着唱的时候呢 虽然要瞟他们一眼 或者冲谁唱 但是基本上 这个方位 您还是要要居中 因为您的身份在这 包括这一段唱 背的时候肌肉应该在哪 笑的时候肌肉应该在哪 就哪儿 哪个面部肌肉要使劲 这个还是挺关键的一个事 您就是我觉得再多完善吧 其实已经很好了今天 这个老生 这个阿姨 我觉得您唱得非常好 您上来一说话 声音非常的就很松弛 而且这个武汉人唱戏啊 特别占便宜 但是有个别的地方 就是恨天怨地夹带惆怅 那武汉话 恨天怨地夹带惆怅 对啊 夹带惆怅 恨天怨地夹带惆怅 夹带 夹带 所以是 不是夹带惆怅 就写的那个味儿 不如这个厚 往后边还有几个 说一时 忠良那国死兼当 那国死兼当 就是这类似这种 其实您特别占便宜 不用学张嘴就对 注意一下就行 三个人是不是经常在一块唱戏 怎么怎么搭到一块就成为了一个组合呢 我们都是一个票设的 我们反正经常的合作 我们这个票房呢 刚开始都是自己凑凑会费 后来呢 汉阳区区委文化馆呢 挺重视的 他们呢 后来就给我们提供演出的机会 给我们也那个要活动嘛 比如说化妆啊 服装是什么的 他们就支持经费 逢到逢年过节啊 有什么大的 那个庆祝的事 提前叫我们这个票房 做准备出节目 所以呢 也给我们就带来了 演出的那个机会 真的是要感谢政策 现在政府对这方面的扶持力度很大 非常非常大 据我了解啊 像咱们如果说文化馆的话 应该有配送你们参加吧 马上我们回去 就要 也要送戏到学校啊 以前 什么养老院啊 那些地方 也都去过 还是蛮繁荣啊 感谢 感谢三位啊 丰富的晚年 光彩的晚年 快乐的晚年 同时呢 也谢谢各位评委专家 给出了意见 而且大家共同分享了 现在戏曲世界 蒸蒸日上的一些感受 下面有请各位评委表决 好 好 好 祝贺三位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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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老师 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 好紧张 好紧张 紧张得多数 你看我现在手都发抖 大家好 我来自加拿大 我叫田新健 你怎么叫田新健呢 你不叫梅香灵吗 我原名叫田新健 但到了加拿大 因为我演的是梅派的 我们就起了个意名 梅香灵 哦 不管是梅香灵也好 还是田新健 都是我的最佳拍档 我叫景连连 这次带来的是霸王别姬 我通过聊天 我知道香灵呢 演过这个戏 我呢正好呢 也会这个戏 这个合作起来呢 就比较得心应手 我一直就想 有一个霸王 合作 终于碰到景老师了 这是我心目中的霸王 也是我最佳拍档 虽然我们是 相隔两地 有12个小时的时差 但是 这12个小时的时差 并不影响我们在 京剧舞台上的探讨 隔山隔水 隔不断 京剧拉近了我们的距离 最佳拍档 我们来了 我们来了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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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红 离 半山戏 七海市 是不离戏 追不失 追不失戏 破代后 知悉与行 乃若手 带望 慷慷被霍 是愿来下 待去飞 各无一回 一了解又日火 又老飞滋 于此去飞 去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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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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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礼